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 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 我可以呼吸到神界的空气 因为你宝座在这里 请你眼点灵到我 当我来赞美你 用心灵和诚实 将荣耀都归你 所有种单权脱落 我重新得力 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 能够在这里见到所有的迪生姐妹 那么在这里呢 我没有忘记把 安西日的祝福带给 无论此时此刻是坐在 电视机前或者是网络前 跟我们一起参加安西日 聚会的全球的华人迪生姐妹 跟你们问一声 安西日快乐 那么今天在现场呢 我们要欢迎有一段时间 没有回到我们当中的 一个是米肖姐妹 还有她的儿子 我们欢迎你们回来 欢迎 谢谢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Rose姐妹 也一样的欢迎您 欢迎 谢谢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哦 刚刚进来的 Yvonne 这才是醉酒好久没有不见的 欢迎您 欢迎 还有宁弟兄 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您了 欢迎您 好 那么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报告事项时间 今天下午呢 有我们的张丹萍姐妹呢 会为大家 主讲一些歌述的技巧 那么请 弟兄姐妹在午饭过后 能够一起留下来 跟我们的张姐妹一起 学习分享 还有呢 午饭的时间呢 在 又是一个新的月份 11月过生日的弟兄姐妹呢 在午饭时间 我们如常地 会举行一个庆生活动 所以我们期待我们的午餐时间 好 接下来 我们把音乐交给Judy老师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让我们齐力彼此问候一下吧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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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以后 我们是一家人 尸家生的光芒 溫柔又慈祥 温柔又慈祥 世出 wise 人生命中的光芒 带着主海的力量 静着我照亮 照亮 我的心不在隐藏, 完全地摆上。 愿主爱来交换我, 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在你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相逢。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怀抱中,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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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相逢。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怀抱中,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所有的罪和, 你为我担当。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你为我担当。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他等能力 生死亡全世 请我树立 用我的真实 在十字架上 你为我舍命 受变伤 是我的意志 左右的罪恶 你为我担当 受信法 是我的平安 我能取胜利啊 身杰身子 成为赎罪行 他的能力 生死亡全世 请我树立 用我的真实 在这个时刻 我心只有你 我的主 我唯一的爱 我的主 我唯一的爱 我们大有能力的主 感谢赞美您 因为您是见察人心的主 知道我们灵性和身体的一切需要 请你年龄我们 往往有时候我们心灵不难任意 肉体却软弱了 灵性上去退步了 求主的灵感动我们 使我们热心爱主 勉勤祷告 多读圣经 常常参加聚会 多于弟兄姐妹们沟通 道主得着圣经 使我们从你那里得着能力 疲乏的重新得力 软弱的变为刚强 我们的罪过 求主遮盖 我们的疾病 求主医治 我们的难处 求主挪开 使我们的身 心 灵 都健壮有力 做盐 做光 为主使用 我们这样的祷告 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我们今天要分享到的圣经章节 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读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请朋友们起立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开会诗》 《开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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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要到那河边 有神天使礼器节 河水清洁如同水晴 中处好着流血 我们必须在那河边 我们必须在那河边 那家美地 那家美地河边 宇宙神徒聚在那河边 此河流 此宝座前 向那河边 向那河边前进世后 各样中的续泉酒 等主人天我们得酒 祝祢此花美变流 我们必须在那河边 那家美地 那家美地河边 宇宙神徒聚在那河边 宇宙神徒聚在那河边 此河流 此宝座前 不久彼岛光明河岸 不久险路要新闻 不久心里十分安然 天上欢乐又绵延 我们必须在那河边 那家美地 那家美地河边 宇宙神徒聚在那河边 只河流 此宝座前 请坐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在安食日 我们祢的儿女 都有平安 有喜乐 喜乐来到主的面前 崇拜主 主啊 安食日 是祢为我们卸力的 一个重待的日子 希望主能够让我们明白 安食日的重要 也让我们为主的圣工 用功的努力 为主传福音 也希望主能够加强我们的能力 让我们能够为主的事工 努力 为主事奉 主啊 主啊 我们真的有时候能力不足 我们是很微小 但是我们知道主 祢能够加添 我们从天上来的能力 让我们能够真的可以为主事奉 为主工作 一直到主的再来 我们简单的祷告 奉主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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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ord Jesus Christ, now and every day, teach us how to pray, Son of God, you have commanded us to do, this in remembrance, Lord of you, into our lives your power breaks true, living Lord, Lord Jesus Christ, you have come to us, born as one of us, Mary's son, led out to die on Calvary, risen from death to set us free, living Lord Jesus, help us see, you are Lord, Lord Jesus Christ, we would come to you, live our lives for you, Son of God. All your commands I know are true, your many gifts will make us new, into our lives your power breaks true, living Lord. 非常感谢Christine和Christine兄弟姐妹来到我们的教会 每一次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就像我们的真正的亲兄弟亲姐妹一样 不单单是这个教会里面的兄弟姐妹 愿神的爱每天每个星期每月每年一直到永远都与他们存在 我们感谢他们献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歌曲 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谢谢 下面是爱情松献的时间 感谢神自我救出主 感谢神仿佛与悲 感谢神过去的同在 感谢神坐在我旁 感谢神此温暖春天 感谢神此温暖春天 感谢神莫干我眼泪 感谢神自我安定 感谢神到高梦盈云 感谢神为梦吹停 感谢神我曾经风暴 感谢神丰富共益 感谢神自我赋互 感谢神自我赋云 感谢神自喜乐忧愁 感谢神输天平安 感谢神自明天盼望 要感谢直到永远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丰盛的供应 谢谢你所斥的平安 谢谢你无比的大爱 现在让我们用奉献来敬拜你 回应你的爱 求主愿纳我们这原来 源自于你的那部分小小的金钱 也愿纳我们一颗乐意奉献的心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您求 阿们 神啊 我的心切 吾你如露 千目熄水 唯有你是我心 所爱我可目 来尽拜你 你是我的力量的爱 我灵断地降服于你 唯有你是我心 所爱我可目 来尽 是我的力量的爱 请大家低头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谢谢你给我们一切的祝福 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爱 当我们在今天圣日 在你面前 请你与我们同在 把我们的心门打开 让我们可以听到你的话 让我们能够跟从你 我们奉主名求 阿们 安时日快乐 早上好 今天早上看见 今天早上看见Rose在 非常高兴 Yvonne今天早上也来 今天早上我讲到的题目是 这是廉价的福音 我相信我们 为了要使更多人 喜欢福音 我相信我们 我们已经把福音 弄成了一个廉价的福音 但是更不好的 我们是不是把真的福音 传给人呢 让我们先决定 让我们先决定一下 到底福音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用它最简单的方法来看福音 我相信很多人都可能会同意 我相信很多人都可能会同意 要得到救恩的话 就是要求你的条件 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 把你的信心放在他身上 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信靠耶稣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 到底是什么这样的意思呢 是不是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就是相信他就是上帝呢 然后他为你的罪而死亡呢 是不是救恩就是 单单是这些事情呢 这个就是很多人都相信 是那么的一回事 甚至在某些层面上面 他们可能是对的 但是信心到底意思是什么怎么样呢 是不是真的只是相信耶稣说 他是谁就是谁就是怎样呢 而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亡呢 或者是不是一个一生人 一个人生整个人生的卷变的一个经验 这个卷变会在一个人的生活 或者是他的生命上面所反映出来 第二点 是不是第二点就是 是不是就是一刻之间的事情 是不是我相信耶稣基督我受洗了 是不是就是那么的一回事呢 或者是一个人生其续的事情呢 让我们去看一下圣经的章节 我们又若遵守他的诫命 就晓得是认识他 人若说我认识他 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便是说欢话的 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但是如果有人遵守他的诫命 神的爱是实在是完全的 这就是我们认识我们在他 华尊守主道的爱 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 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 就该自己叫主所行的续行 1 John 5,3-4 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 也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1 John 4,4 因为凡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And in James 2,26 As the body without the spirit is dead So faith without deeds is dead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And we look at John 15,6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扔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And in Romans 2,7-8 To those who by persistence in doing good seeks glory, honor, and immortality He will give eternal life 凡恒心神仙,寻仇荣耀,尊贵和不能 受坏的福音的奏仪永生,报应他们 And in verse 8 But for those who are self-seeking And who reject the truth And who reject the truth And follow evil There will be wrath and anger 唯有接党 不顺从真理 反顺从不义的 就以愤怒 老恨 报应他们 There are many more verses Just like this 有很多很多就像这样的章节 But I've given you enough to show That just faith That Jesus is who he said he was It's not enough 但是我已经让你们有足够的这个圣经章节 就是证明如果信心只是放在 你知道耶稣告诉你 祂是谁就是谁 这样的信心是不足够的 信心一定要彰显在一个人的心的改变 And these verses that I show you Also show that faith must continue 而这些圣经的章节呢 告诉我们 我们的信心一定要继续 It is not a one-time event in the life of a believer 不是在一个信徒身上 只是一时之间的事情 Is this what is taught when the gospel is explained to sinners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福音 当你要对一个罪人解释的时候 是不是接种福音 接种的教导呢 I'm afraid it isn't in most churches 我相信 我恐怕在比较多的教会里面 接种教导的福音 接种福音不是很多的 通常所教导的都是 就是说上帝有一份免费的礼物就是救恩 这份礼物呢 就要给一些愿意接受救恩的人 有很多人对这个免费救恩 这个字啊 都起了一些问题 对那些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救主的这种讲法 有些人啊 对这个问题啊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些问题出来 Hallelujah I've accepted Jesus as my savior I'm now a Christian I'm saying 嗯 他们就认为是 啊 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现在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了 我就得救了 我对这个接种讲法我没有问题 上帝真的赐给我们一份免费的礼物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接受这份礼物 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们不把接受这个字这个意思把它弄明白的话了 弄清楚的话了 问题就来了 在这一份免费的礼物上面呢 原来有一些线 有一些线 绑在这一份礼物上面 这些线就是 这个人一定要首先承认他们需要一位救主 他们是罪人 他们不能自救 他们一定要相信耶稣说他是谁就是谁 上帝道成肉身为他们的罪而死亡 然后呢还要还重要的就是他们一定要 同意上帝所说的罪就是错的 然后最重要是他们愿意跟从基督多过他们继续去犯罪 他们的这个盼望呢去跟从基督多过他要跟从这个世俗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圣经的章节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计都再没有了 维有占据等候 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我们看一看圣经的章节 15节2 并且你们若不是淘然伤信 能以持久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受别因且夫因得救 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人呢 如果我们不是当他们的面前告诉他们去跟从耶稣是一个 一辈子的承诺的话 耶稣基督常常留有余地 但是在我们华文的都是说了 耶稣基督不会是这样对待我们的 不会用拳头来打我们的 他什么事情都会留有余地的 让我们再看看几个圣经的章节 让我们再看看几个圣经的章节 还不被这四指十指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柳不先做煞计算花卉能盖成不能呢 恐怕安了地基 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 说几个圣经的章节 说几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31 或许说几个王将会进入战 几个王将会进入战 会不会先坐下来 想想想想 能否跟十万人有能够 几个人会进入战 几个人会进入战 来攻打他的吗 32 如果他没有能够 他会派到一座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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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们无论怎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种教导在今天也不是太流行 人们都喜欢强调上帝的恩典 然后把放在一个信徒身上的这些条件都忽略了 都毫无疑问的都否定了否认了 然后太多人会不会这样说 你可以成为一个信徒 但是不是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 这样仍然可以到天国 有一些传道人他们这样说 你可以相信但是不用解出果子 甚至不关怀上帝的事情 这个是以反圣经所教导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你借不出果子来 如果你不跟从耶稣 然后会继续的要跟从 你就迷失了 有些传道人 有些传道人 他怎样传福音的 有些传道人 他怎样传福音的 这个人呢 可以在他的迷失 迷失真道 但是仍然可以得救 但是仍然可以得救 但是这个也是 跟圣经所教训的 唱反调了 你看到耶稣5.19-20 我的弟兄们 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 有人使他回转 记得这个人 谁从这种犯罪的犯罪 会把他救了死 所以他会死 如果没有召唤他回转 然后被盖上了一群的罪 解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 从迷路上转回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并且接盖许多的罪 因此如果你被弃了你的信心 你就等于你就要死亡一样 大家要注意雅各怎么样说 这些信徒如果他离开了他的真道 被弃了上帝 就是一个罪人 如果他再被拯救的话 他们就像从死里面被救出来 有很多人这样传这个福音 他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错的 如果有这样的福音 说你不用跟从基督的话 这个一定不是福音 如果这些伤心的人 伤心这个福音的话呢 就好像是一个死刑一样 然后呢就决定 跟几个世俗一样的生活 过一般世俗人的生活一样了 James chapter 4 verse 4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 岂不知与世俗为有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有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这个圣经章节是很好的 让我们看看 让我们看看 这个圣经的章节 他真正的意识到底是怎么样 他的教导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有一些传道人 他们怎样教导说 他说这些人 如果背弃了上帝的话 仍然可以到天国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可以否认了基督 仍然可以得救 但是我们要看看 耶稣怎么样说 Metheu chapter 10 verse 32 to 33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天父的面前也别认他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逼不认他 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 耶稣基督讲出一个比喻 凡在主 KO 整个人他的债了被免 但是他取决免他的同伴的债 让我再把整个故事的最后的一部分 把他指引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看 耶稣后来又怎么样评论这个故事 主人叫了他来 对他说 你这恶奴才 我要求我 你要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 向我连续你吗 主人就大路 把他交给奖刑的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贷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 谣述你们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怎样对待你们 所以如果有一个信徒 他背弃了上帝 他也不愿意的去 遥述他的同伴 他还能到天国吗 他会不会受到同样的对待 像他对待他的同伴一样呢 所以任何一个人 如果他传怎样的福音 就是说 不用跟从基督的话 我们需要取决他们 取决他们 取决他们所传的福音 然后跟从上帝的道 不要让别人 愚弄你 让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就是信足够 就可以到天国了 不用跟从基督 大家知道吗 那个得救是有条件的 关于救恩的问题 圣经给了我们有五个 我们一定要相信 神爱四人 甚至让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我们一定要悔改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都要如此灭亡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我们一定要认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死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必要受死 耶稣3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实实实实在在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我们下个月呢 这个教会就有一个敬礼 大家不要再等待了 今天就是救恩的日子 如果你要接受这个实礼的话 就要去跟牧师说 下一个条件就是 我们一定要遵守诫命 你们若爱我 就别遵守我的命令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 就晓得是认识他了 人若说我认识他 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便是所荒化的 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 总义就是要敬畏神 遵守他的诫命 遵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有一条诫命 结尼有一条诫命 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 都破了这条诫命 结果就是第四条诫命 有很多的传道人都说 这第四条诫命啊 不用再服从了 其实他是属于犹太人的 不属于我们基督徒的 所以不用再顺从了 我们现在是在新约的时候 这个诫命是在旧约的 我们在恩典之下 我们不用守律法了 这些律法都已经 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不要我们对这个安食日 不要评论 结果就是这条诫命 就是很多人都会忘记 但是上帝就说 当即念 因为耶稣说 如果你爱我的 你就会遵守我的诫命 你爱耶稣足不足够了 能够为他来遵守 这个第四条诫命呢 还管是你是 相信这些廉价的福音 说这第四条的诫命 已经不需要了 我今天很高兴看见大家 在今天的圣日 大家遵守主的诫命 今天来崇拜他 让我们今天再读几个圣经的章节 来接受今天的正道 Isaiah 58 verse 13 and 14 If thou turn away thy foot from the Sabbath from doing thy pleasure on my holy day and call the Sabbath a delight the holy of the Lord honorable and shall honor him not doing thine own ways nor finding thy own pleasure nor speaking thy own words 你若在安时日 要转你的脚步 在我圣日 不以操作为喜乐 清安时日为可喜乐的 清耶和华的圣日 为可尊重的 而且专尽节日 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 Then shall thou delight thyself in the Lord and I will cause thee to ride upon the high places of the earth and feed thee with the heritage of Jacob my thy father for the mouth of the Lord has spoken it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 成价地的高处 又以你找 你的找雅阁的产业 养育你 也是耶和华 清口说的 因此当纪念 当你的安时日 要做任何的事情 这个是上帝的圣日 你要问一下自己 我在安时日所做的事情 上帝会悦纳吗 会喜爱吗 我做这个事情 能把我带到更靠近上帝吗 你要向你自己 发问这些问题 愿主祝福你们 我们只是一根根蜡烛 要听你是点燃出来的光 各体的生命 只是与昨天的焦点 是他昨天燃出来的光吗 只要自己发亮 如愁这世间没有光 每一刻瞬间 其实都是永恒的光 我的主 更需要你永久的光啊 我们只是一根根蜡烛 我们只是一根根蜡烛 要听你是点燃出来的光 各体的生命 只是与昨天的焦点 是他昨天燃出来的光吗 只要自己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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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愁这世间没有光 每一刻瞬间 其实都是永恒的光 我的主 更需要你永久的光 是他昨天燃出来的光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继续地跟从你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有力量 帮助我们每一天 都是跟从主 走主的路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首先要 关注 要注视主 尤其是帮助我们 我们要去专崇 这个安食日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 首先要赞领我们的主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都是要荣耀我们的主 要敬拜主 主啊 求啊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能够坚强地等待你的再来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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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经历主圣殿各奔虔诚 求主使福彼日日投影 得求尽天国送主寄 阿们